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下班开完会差不多要11点钟了 然后第二天90点钟又要上班 虽然说很累 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因为我喜欢 所以其他的一些 无论高薪还是低薪 我做来做去还是最喜欢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选择低薪 然后自己比较喜欢的职业 现在年轻人刚刚进现在的行业 工资一定会非常的低 然后出去房租什么的 就基本上只能维持生活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苦完了之后吧 会有回报的 然后你会积累很多的经验 对你以后的工作还是有帮助的 就差不多这样 应该会选一份 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份工作 现在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 目前的话所接触的 也只是初步性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觉得做每个工作的话 一开始都会经历低薪的 这样一个阶段 在这样一个低薪阶段 你更应该去选择一个 选择你去工作的一个方面 就比如说这份工资是很低 但是你去了你可以学到很多 你在学校里啊 或者你在外面就学习不到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份这样低薪的工作 但是它对我的诱惑力很大的话 我还是会去做 因为有时候去选择这份工作 不仅仅只是因为它的工资 真的要工作的话 那肯定是高薪不喜欢嘛 因为工作本身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有钱 就是生活物质也会提亮去 然后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容易一些 生活的圈子啊 以及自己的人脉啊 还有就是说交往的圈子 都会有所提高 然后也不一样 我会选择高薪不太喜欢工作 因为刚入社会的话 我觉得一开始没有什么基础嘛 然后高薪的职的话 可以带给自己女朋友吧 物质上的东西 虽然不是说爱情一定需要面包 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的话 我感觉也支撑不久 而且我还是挺想在年纪轻 没有小朋友的时候 能攒够钱买辆跑车的 我选高薪不喜欢的工作 就生活是没办法的 如果你没有生日的话 还要何喜欢 我学的是城市轨道交通 以后就是直接去排地铁 我以前还是蛮喜欢打游戏的 之前也是做过游戏主播的 但是没什么人看 现实很无奈 只能去安安心心开地铁了 虽然有些东西真的很喜欢 但是毕竟是梦想 现实的话还是很残酷的 所以你只能选一个高薪的 我会选择高薪 但是不太喜欢的那种工作吧 因为你喜欢一件事情 你如果没有钱 很难做到的 你可以在你有高薪工作的 空余时间内吧 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是做设计方面的 然后平时工资也还行 就是休息时间太少了 对于现在这份工作 可能再坚持个一两年 然后攒一点钱 然后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吧 对于现在的工作